最近峡谷里的飞也是迎来了变异性的重作 变成了双形态的怪物 再敲上都可以远程攻击了 抽抽着玩不起的样子 对面没有嘶吼办法 为了把他远程攻击形态的优势最大化 这句我出的是公诉 开局老规矩啊 我们把正式做一做 好家伙不忘初心 哈可不 且看新的三体人如何打开节奏 太崩节奏吧 还打开节奏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那我不说话 别人怎么知道我不是哑巴 嗯 还有道理 曹操来了开起大招 上墙拿下三杀潇洒的一拳 好家伙三分钟拿三杀 你站不起飞了 重作之后的飞去除了 原来一技能扔出预刃的效果 也去除了下墙时候的护盾 变成了一段位移加击飞 同时强化之后的两次普攻 变成普攻的时候会复生命值 嗨 从从想开大我直接上墙 不给他嘶吼欺负我的机会 但是等他想跑啊 哈哈就不一样 这该死的实力 之后更是一路压到了高地啊 原来我玩个边路里白吧 那只能说是偷他 现在科们这光明正大 新版飞在墙上格外获得70到140点的移速 这个是随着英雄等级而增加的 并且在跳跃中也可以释放普通攻击和技能 哎呀我天 现在在桥上真的是太自如了 这飞标不要前似的 狂狂扔 如果你也可以像我这样的话 那真的是 当然有些英雄也是很克制他的 我前几句发现对面拿了个飞 然后我方拿了个老夫 哈哈真的是老头被虐的不要不要 我就觉得哇 这飞也太强了吧 后来我成功的拿到了飞 兑现了一个 公本 那一局反正就空本搁着楼 但凡看我上墙就一脚给我踹下来 所以说这玩意儿 他车对面的英雄 你要遇到个老夫子呀 蓝呀 他对面那是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哎你等等 对抗路哪有蓝 那我玩了一句 还不才 很巧遇到了飞 车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些没什么克制的阵容 那终于能爽一把了 哇你们看能打能跑 站在这里普攻 狗走过去都得挨两下 我怎么又不会说话就别说话 什么就不会说话 狗很可爱的好吧 这是他吃屎 嗨 别把饭说得这么难听哦 哇 少年 准备好成立主角了吗 哼 我本次准备 何需准备 我本次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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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